神奇的植物 如果你以为植物就是外表不同的花花草草而已,那就大错特错了。 有些植物也许早就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长成了我们想象不到的样子。 你可能不相信,眼前看到的小鸟、金鱼、猴子实际上都是一朵朵盛开的鲜花。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一些植物为了生存会使出十八般武艺玩变身,用美人技制造武器, 甚至还能散发出特殊的气味来达到某种目的。 本期节目我们将和您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些神奇的植物。 第十五位,泰坦摩玉 您能想象眼前这朵外形奇葩、色彩艳丽的花竟是恶臭之源吗? 它的名字叫做泰坦摩玉,原产于印度苏门达拉群岛,叶柄有三到四米高,通天而立,就像一个孤独的巨人。 它的花苞其实是一片带褶皱的大叶片,紧紧地包裹着静杆,等到时机成熟,叶片会慢慢地打开,露出里面火红色的大花朵,场面非常的壮观。 不过,这样的盛况千载难逢,而且转瞬即逝,因为它们平均每十年才开一次,而且花期极短,最多不会超过三天。 最近的两次绽放,一次是在纽约植物园,还有一次是在康沃尔的伊甸园雨林生物群落中。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还是讲不通,这么娇艳的花,怎么就跟恶臭搭上边了呢? 还真没有冤枉它。 泰坦摩玉每次开花,都会释放出一股刺鼻恶臭的气味,闻起来就像是尸体腐烂的味道,熏得人头疼。 我们大胆猜测,这也许和花苞在里面闷得太久,不透气有关。 如果把它们的名字改成尸臭魔玉,您觉得是否更合理呢? 在继续精彩节目之前,麻烦各位看官为我们的视频点个赞,或者分享一下。 再次感谢。 第十四位,纳兰提花。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自然界好像总是在不经意间带给我们惊喜。 纵观植物界,最奇特、最神秘的可能就属于纳兰提花了。 这种花之所以出名,主要是因为它的形状非常特别,甚至可以用诡异二字来形容。 即使隔着屏幕,大家也应该能看得出这朵花像不像一位赤身裸体的少女呢? 正因为太像了,所以有人不免好奇,想知道它是不是真实存在的。 这一问倒是问到点子上了,大家如果去网上搜索的话,会发现有好几个版本,而且每个版本都不一样。 有的图片显示的是一位完整的女性全貌,有的则只是显示一个女性的面孔。 还有的在颜色上大作文章,身体是白色的,四肢和头部是紫色的。 最离谱的一张,索性还摆起了造型,少女们会用手遮挡住自己的隐私部位。 其他的暂且不说,这最后一张P图的痕迹也太明显了,真叫人哭笑不得。 不过,这种纳兰提花其实是真实存在的。 它属于蝴蝶兰的一种,相传被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带去了佛教圣地纳兰陀寺,在那里生根发芽,每二十年才会开花一次。 近些年来,纳兰提花已经成为东南亚一带好些国家的香菠菠。 斯里兰卡、泰国和印度的网友都在网上发出了认领请求,面对群众的热情,植物学家们反倒是出奇的淡定。 第十三位,嘴唇花。 想象一下,此刻的你正漫步在一片热带雨林中,突然在灌木丛中多出了两瓣红唇,您会有什么反应呢? 是不是会怀疑自己的眼花了? 放心,不是你的问题,这是百分之百纯天然的真花,名字就叫嘴唇花。 这种奇特的植物主要分布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热带雨林中,在厄瓜多尔、哥斯达利加、巴拿马和哥伦比亚等国家都能见到。 如同它的名字一样,嘴唇花非常的娇嫩敏感,对气候条件要求也非常的高。 作为嵌草科属下的花卉,当它们绽放时,最好看的部分是包片,而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花瓣或花蕊。 也就是说,那形似嘴唇的红色部分,其实不是花瓣,而是包片。 它真正的花朵,是从嘴唇中间开出来的白色小花。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么性感的红唇只是摆设,其实它还真有作用,因为嘴唇花本身没有特别的花香,所以只能靠外表去招风引蝶,吸引它们过来受粉。 据说它的树皮和叶子还能够治疗咳嗽和皮肤病,对耳朵不适也能起到缓解的作用。 第十二位,金鱼花。 这种花,因为它的花朵像一条条嘟着嘴的小金鱼而得名,盛开的时候,满盆都是一串串色彩斑斓的花朵,生机勃勃,寓意美好。 再加上这种花非常适合家养,所以深受广大花友的喜爱,大家甚至发现,就连家中的小孩子都非常喜欢它们。 每次开花的时候,都会忍不住用手去翻动一下花瓣,一开一合,就好像鱼在开口说话,又好看又好玩。 但是,你可能怎么都不会想到,开花时如此的娇柔美艳,一旦花蟹枯萎,剩下孤零零的甲屎,就会变成面目猙獰的骷髅头。 其实,这些骷髅头是金鱼草花朵脱落下留下的种子。 在很多国家,人们非但不忌讳,反而还因为它背后有着美丽的传说,而对它偏爱有加。 传说中,金鱼草的花朵里住着一个小精灵,女人要是吃了它,就会永保青春,永远美丽。 是不是真的有这么神奇,姑且另当别论,但金鱼草可以清凉去火,活血消肿,倒是有科学依据的。 怎么样,如果换作您,会在家中种植这种花吗?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第十一位,弯曲森林。 在影视剧作品中,森林总是被赋予某种魔幻的色彩,在现实世界中也同样有一片森林,说不清道不明,但就是非常的离奇。 它就是位于波兰西部的弯曲森林,里面大约有400棵松树, 其中大部分松树都是弯曲的,而且还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很有默契。 据说这些树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种植的,但从一开始,它们就没有走寻常路线, 大部分树都是从根部开始就往横向生长,有些甚至能够长到三米长, 然后来个90度急转弯,开始拐弯向上。 最有趣的是,它们弯曲的方向都是向着北方。 关于为何会形成这片弯曲森林,大家众说纷纭,有人说这是人为造成的, 因为当时正值二战,波兰西部的居民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没有钱购买家具, 于是就跑到这里将树木弯曲成一定形状,方便自己回家制作家具。 当然了,也有人提出环境影响理论,指出该地区常年受到暴风雪的影响, 树干受到大雪的积压,到了春季气温变暖,冰雪融化以后恢复了生长, 树干击部就发生了弯曲的现象,到目前为止,这些也都只是猜测, 弯曲森林的神秘面纱始终没有被揭开, 每年都会有大批游客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只为一睹它的风采。 自然界的食物链中,动物可以吃动物,也可以吃植物, 而在植物界中,大部分情况下很少会有反过来捕食动物的现象, 然而有一些植物平时不吃素,而是靠昆虫之类的肉食为生, 最典型的就是捕营草了,它的捕虫机制非常的高级, 有两片对称的叶片可以左右开合起到夹子的作用, 在捕食前,它会先用花蜜引诱昆虫上钩, 等到它们爬到叶片上,碰到捕营草敏感的小畜毛时, 两个叶片就会迅速合拢,把对方关得死死的, 不给它任何逃脱的机会。 同时,它的内部还会产生一股微弱的电脉冲, 分泌出大量的消化酶,把捉到的昆虫融化成美味的肉汤。 千万不要以为它们只吃小虫子, 其实捕营草的叶片家内空间很大, 长度有2.5厘米,有的甚至能够达到5厘米, 可以让它轻松地装下各种猎物, 怪不得达尔文称它为世界上最奇妙的植物呢。 不过,捕营草的原产地非常局限, 只在美国的南卡罗莱纳州和北卡罗莱纳州的沿海地区繁衍生长。 更可惜的是,近年来它们的栖息地被破坏严重, 据说已经濒临灭绝了。 第九位,飞鸭兰。 眼前的这朵花从侧面看是不是非常像一只凌空飞起的小鸭子呢? 花的唇瓣微微上扬,就像是鸭头, 外围的两片叶子又恰如其分地翻开, 好像鸭子的翅膀,长得如此生动, 难怪人们叫它飞鸭兰。 这种样子的兰花在全世界范围内非常的稀少, 这种植物原产于澳大利亚, 但就算在本土也不多见, 只能在昆士兰州、南澳大利亚州、 维多利亚州和新南威尔士州的开阔森林中可以看到它们。 1810年, 罗伯特·布朗首次发现兰花这一单一物种, 并以英国探险家的名字为它命名。 一般情况下,兰花能够长到50厘米高, 除了颜色丰富之外, 最大的特点就是外形千姿百态, 而且飞鸭兰绝对是最独特的。 它们不仅外形轮廓高度相似, 就连颜色搭配都非常的精准, 紫色、红色、棕色相应成趣既逼真又不单调。 飞鸭兰每年会集中两次开花, 一次是在九月, 还有一次在来年的一月。 它们的繁育方式也非常的特别, 会依靠昆虫来授粉。 每当有昆虫飞到它嘴边时, 飞鸭兰就会搞一个突然袭击, 把对方困在自己的汇中, 昆虫为了挣脱, 就会扑闪着翅膀逃命, 释放出花粉。 让人遗憾的是, 飞鸭兰很难通过人工繁育存活, 所以不太适合家养。 而且,由于森林被过度砍伐, 威胁到了飞鸭兰的生存环境, 澳大利亚政府已经颁布了相关法律, 将它列入宾威植物保护名单中。 第八位,蜜蜂兰。 兰花的品种多样, 形态也各不相同。 如果说飞鸭兰还只是形似的话, 那么这种蜜蜂兰则更进一步。 不仅外形酷似俏皮的小蜜蜂, 而且它还会使用美人剂, 利用自己的外表, 成功吸引雄性蜜蜂为自己传粉。 那么,雄蜂真的这么好骗吗? 其实,如果须有图表的话, 蜜蜂兰迟早是要露馅的, 但它们真的是诡计多端, 细分十足。 不仅看起来像, 就连吻起来摸起来都跟雌蜂没什么两样。 它们的花朵中会释放出一种性激素, 类似于交配状态下的雌蜂的气味, 正是这种味道让雄蜂被吸引了。 为了让雄蜂彻底的中计, 兰花还会在叶片和花瓣上长出细毛, 碰上去就像刺一样非常的扎手。 不过, 对于那些被骗来的雄蜂来说, 估计就是扎心了吧。 这场酣畅淋漓的超级模仿秀, 在生物学家口中叫做杏尼泰, 而蜜蜂蓝绝对是当之无愧的高手。 在澳大利亚, 蜜蜂蓝有很多心甘情愿的蜜蜂传粉者, 但其他地方就没那么幸运了, 现如今在英国很难找到为蜜蜂蓝受粉的蜜蜂, 因此它们只能通过自花传粉, 而且由于栖息地环境被破坏, 蜜蜂蓝在爱尔兰的数量也大幅下降, 在北爱尔兰更是被列为了宾威物种。 第七位, 鹦鹉嘴凤鲜花 这种娇美欲滴造型别致的花卉, 全世界只有少数几个地方能够看到。 它们原产于非洲的东部, 生长在河岸边的树枝上, 出于物种保护, 这种植物在非洲已经禁止出口了。 如果你想一睹它们的芳荣, 只有去泰国等东南亚的国家去欣赏了, 大家应该不难发现, 这朵花的外形就像是一只灵巧的鹦鹉, 绿色花罐是它的小嘴, 接着黄色的花筒, 再连着红色尖尖地做尾端, 叫它鹦鹉嘴凤鲜花, 再贴切不过了。 由于它们需要极其炎热和潮湿的气候才能够开花, 而且又被禁止出口, 所以对很多爱花人士来说, 只能望阳兴探了。 有段时间, 网上还有人发帖售买这种花的种子, 但大家买回去后就会发现, 这些基本上都是骗人的, 这种花对生长环境非常的挑剔, 想让它们开花要讲天时地利, 目前人们对凤鲜花的传粉途径还知之甚少, 有人说它们是通过蝙蝠或小鸟授粉的, 还有人则倾向于是大黄蜂, 虽然从图片上看, 这些花都非常漂亮, 但等到我们把镜头拉远, 看了它们实际的生长环境后, 就会发现对比反差如此的明显, 周围杂草丛生, 甚至还有一点破败不堪的感觉, 再加上鹦鹉嘴凤仙花, 一般只在每年的十月到十一月期间开花, 花卸得也非常快, 所以不太值得人们大老眼专门去看一下。 世界各地的大部分花, 要么飘香万里, 要么外形美艳, 但大王花和这些词都搭不上, 甚至可能还是个反面教材, 以奇丑无比而著名, 当然了, 它也不止这一个名字, 作为世界上花朵最大的植物, 大王花还有着世界花王的美誉, 这种花是一种寄生草本植物, 自己没有根茎叶, 而是通过寄生在藤蔓植物上获取营养, 一般人可能很难相信, 大王花一生只开一次, 盛开时花朵最大直径有一米, 五片大花瓣加上中间的花心, 整朵花足能有七到十公斤重, 只可惜虽然难得开一次, 但它的花期也只有短短的四天,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王花会散发出刺鼻难闻的气味, 引来苍蝇等喜臭的昆虫, 到了绽放后期, 它的花瓣也开始逐渐的变黑凋零, 几周内就会变成一滩粘稠的黑色物质, 大王花的历史非常悠久, 早在1818年, 当时英国的植物学家约瑟夫·阿诺德, 前往印尼的苏门达拉岛, 从事植物的考察工作, 有一天, 一朵奇怪的巨型花朵引起了他的注意, 但不幸的是, 还没等阿诺德完成这项研究, 他就因为感染疟疾而去世了, 他的伙伴莱佛士爵士, 一直收藏着这个标本, 并在后来用阿诺德的姓氏为这种花命名, 但再怎么庞大, 也还是难逃灭绝的命运, 由于过度砍伐, 热带雨林萎缩, 加上人类的疯狂采摘, 大王花目前正面临着一场生存危机, 马士撒拉这个名字, 对不信教的人来说可能有点陌生, 在圣经中, 他是一位老族长, 活了969岁, 是亚当和夏娃之子所生的后裔, 而马士撒拉的孙子, 就是为了保护地球万物而建造方舟的诺亚, 后来马士撒拉慢慢地成为古老东西的代名词, 所以用它称呼我们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树, 也是合情合理的, 这个名号就像是一枚勋章, 只有年长的树才配得上它, 不过曾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大家都认为, 美国加州东部山区里一棵4860多岁的松树, 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树, 直到2013年, 一棵虎尾松横空出世, 以5000多年的树林荣得了桂冠, 这棵树位于美国加州国家森林公园, 树干高30多米, 横界面更是粗壮无比, 需要十几个人才能抱住, 其实早在1957年, 亚利桑那大学的埃德蒙·舒尔曼就注意到了这棵古树, 但一直没有能够确定它的树林, 此后多年, 舒尔曼多次回去钻孔取样, 再经过计算机模型的对比, 这才成功计算出了它的具体树林, 能够用这么多年去探索古树的真相, 也是对马士萨拉最好的诠释。 第四位, 彩虹鞍树, 大多数人看到眼前这棵光彩夺目的树, 都会以为是人为涂鸦画上去的, 还真不是, 这种神奇的树是北半球唯一的一种鞍树, 虽说鞍树到处都有, 但唯独这个品种的鞍树, 树皮颜色会如此的五彩斑斓? 王、绿、橙、蓝、紫焦香灰映, 构成一副印象派的油画, 彩虹鞍树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那么究竟是什么魔力, 让这种树木全身披上彩色外衣的呢? 其实这是由于树皮在不同的时间脱落而导致的, 不同颜色代表树皮脱落的不同时间, 最新脱落的呈绿色, 随着时间的推移, 树皮颜色会逐渐的变身, 以此类推, 所以这种树还有另一个学名, 叫做波鞍, 在澳大利亚之外, 全世界只有菲律宾, 印尼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三处发现过彩虹鞍树, 除了树皮颜色亮眼以外, 它的树干高度也非常的薄眼球, 平均高度可以达到75米, 有一种直指天空, 说一不二的气势。 第三位, 百岁兰, 都说无敌最寂寞, 看看这一摊长相潦草, 杂乱无章的植物就知道了, 可以说, 它是植物界的万年青, 也是地球上长相最奇怪的植物之一。 1863年, 奥地利的植物学家, 探险家威尔维茨, 在非洲安哥拉沙漠上首次发现了它。 据说, 当时在场的人都被它的丑态震惊了, 话虽如此, 他们给这株植物起名字时, 还是遵循了传统, 用了发现者维尔维茨的名字。 经过考证发现, 这种植物其实是非洲独有的百岁兰, 它的根部像一把锥子, 有一半扎入砂石中, 还有一半裸露在地表之上, 树干则是又粗又矮, 在它两边各有一片带状叶子, 像皮带一样沿着地面生长。 由于长期暴露在风中, 叶子的底端逐渐破裂, 开出分叉, 在风中凌乱, 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百岁兰的寿命非常长, 最长的甚至能够超过1500年, 在这期间, 它们经受住了多次气候变化, 甚至是地壳变化带来的考验。 虽然大部分植物株都已经灭绝, 但还是有一小部分存活了下来, 就像现在这棵, 默默地铸扎在干燥炎热的沙漠之中。 第二位, 猴面小龙兰。 没错, 我们的老朋友兰花又回来了, 这次走的不是优雅路线, 而是改行壮脸猴王了, 因为它的花朵特别像一只小猴子, 所以就有了猴面小龙兰的叫法。 从专业角度上讲, 它属于脸谱兰花, 有多少不同的品种, 就会有多少种脸谱, 再加上花瓣, 花柱和花蕊的排列也各不相同, 所以组合出的面相, 都能凑成一套表情包了。 有的看起来调皮嬉笑, 有的让人觉得怪异猙獰, 甚至还有佛系或阴谋的。 就连猴子脸上的高原红, 都有深有浅, 非常的逼真。 这种独特的小龙兰, 主要生长在厄瓜多尔东南部, 秘鲁的物林也有少量分布, 但都会集中在海拔在 一千到两千米的山地物林中。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可能很难见到这种植物, 好在这种植物可以利用 人工的方式进行培育, 在一些花谱或批发商那里 也能够买到它的种子, 但要养好是非常有难度的。 在它的生长过程中, 不仅要注意虫害问题, 还要把握好环境温度, 但凡有一点没有做到, 你的小龙兰可能就没法给你变脸了, 所以新手最好还是不要养了。 花里不仅藏着猴王, 还可以变身为星球大战中的黑武士, 看他棱角分明的脸, 深邃邪恶的双眼, 面露杀气, 如果不说, 谁会想到这竟然是一朵花呢? 网络上甚至还有很多动图, 都是用它做雏形, 然后劈成略带邪恶的小鬼, 虽然大家喜欢叫它黑武士马兜灵, 但其实它的学名叫做双木马兜灵, 是一种缠绕性的草本植物, 因为长着两只眼睛, 所以比普通马兜灵要罕见得多, 它原产于巴西, 大多分布在山谷, 沟边以及山坡里, 在其他自然环境中几乎很难见到, 不过就跟很多生长在恶劣环境中的植物一样, 双木马兜灵有这么粗暴的外表也是环境所迫, 为了在这些土质粗利阴暗潮湿的地方求生, 它们逐渐把自己黑化, 披上了厚厚的盔甲, 长出吸血鬼般的肤色, 再散发出阵阵恶臭, 让自己看上去是一副很厉害的样子, 如果说外表只是虚张声势的话, 那么臭味倒是真的派上了用场, 有些昆虫偏偏就会被这种气味所吸引, 让马兜灵借机完成了授粉, 每次有昆虫靠近, 双木马兜灵就会扑扇着大眼睛, 做等昆虫飞来, 等到时间差不多了, 花粉也授好了, 马兜灵就会睁开双眼, 放它们一条生路。 在神奇的大自然中, 万物皆有灵性, 很多时候, 这些花花草草可能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但它们的确真实存在, 存在即合理。 这些罕见的植物让我们意识到, 它们不仅外形奇特, 而且还有自己专属的脾气和个性。 感谢收看本期的出类拔萃,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赞和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